民進黨壯委鄉長候選人莊慶宇 今天在縣長候選人江聰淵 大福村長的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 指稱接獲沿海縣的鄉親陳情 表示大福市炮廠長期下來 讓濱海縣的鄉親飽受到噪音干擾 而一年一千萬的牧林經費 卻讓沿海縣的居民無感 因此莊慶宇向海縣的鄉親承諾 未來順利當選 牧林經費的使用將公開透明化 並與鄉親來共同討論 志祺專民國雄 志保基金共同討論會 這頓目回饋金這個部分 每一年都有一個一千萬的部分 結果經過我們所了解 我從小到現在 我們所有的傳民 幾乎一角 背上都沒有實質去跌倒 軍備局你沿對回饋金的使用辦法 因為你使用這個使用辦法當時 你都沒有去考慮就是說 地平的需求 我就是認為 軍備局要去注重這個問題 回饋金的使用辦法 也要靈活引用 聽到一些傳民說就是 比較沒有感覺 比較無感 這一千萬不能使用在哪裡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政府有很好的天然的環境 我們的海境或是帶動的起來 就可以讓我們市區裡面 更加環境 希望這個回饋金的一千萬 可以著重在海線上面的發展 現場候選人江聰明除了強調 全民國防的重要性之外 也認同大虎式砲場的牧林金被使用 應該要公正公開 要推動國防跟全民國防緊密的配合 讓我們的國防事務可以順利的推動 讓國家的戰力可以做提升 所以你這個回饋比雷和外用的 這種專用基金 要請國防部或是我們地方政府 對於實際你地方受困擾這些鄉親 來實際讓他們有辦法受惠 這樣他們才有辦法強加支持 國防的推動 江聰明莉莊慶宇強調 這筆牧林金被未來可以針對社區 為了活動中心改建或是監視系統的設置 逐步來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西蘭新聞記者14名 彩虹報導